再来看到中央分隔岛到底能不能保护行车安全呢 彰化县为了方便民众不需为了分隔岛而绕了一大圈回转 所以在分隔岛之间开了许多回转路口 但是联合报院几工作室台湾畅行专题观察到 有不少民众反而利用这个缺口来钻道路漏洞 不用缺口柱来回转却用逆向通行 让彰化县府相当的头痛 蓝色小货车开到了回转路口还打了个方向灯 但不是要回转而是贪图便利直接穿到对象车道 彰化彰水路等地区道路中央分隔岛被切出好几个缺口 方便民众回转 但方便似乎被当作随便 像这位骑机车的阿伯也一样利用这个缺口逆向行驶 原本是要防止车辆对撞才设立中央分隔岛 但因应而生的回转处缺口上方没有红绿灯 部分缺口甚至相距不到十公尺 民众横冲直撞反而出现更多肇事情况 安全岛的催口太多有些驾驶人都会任意回转 那有时候他回转的时候他会紧急刹车 那紧急刹车会要造成后面的车方来追撞 然而彰化公务段饱受民意代表的压力 被要求多开路口方便民众通行 上市张鹿鹿从秀水到福兴乡五公里路段 分隔岛缺口多达三十处 今年上半年就发生三十四起车祸 九人受伤 县政府未来打算封闭部分缺口 虽然彰化公司段有辛苦说 未来只封闭了之后就不会再开放 不过我们希望说路求单位真的能够坚持下去 但如果要真正杜绝乱象 相关单位还是得拿出魄力 弥补这烂开的缺口